秦朝末年 安徽华山县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 人称沈氏 是一个朴实的山村农妇 靠坐针线活和给财主家洗衣为生 沈氏的丈夫因下和救人意外身亡 留下几岁的儿子与他相依为命 沈氏的儿子叫高智生 高智生是个懂事的孩子 他知道母亲养活自己不容易 小小年纪就上山打柴补贴家用 沈氏虽没有文化 但他也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 因此他辛苦劳作 省吃俭用也要把儿子送到学堂读书 高智生明白母亲证的每一个铜板 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送他读书非常的不容易 他就起早贪黑 发愤读书 想着有朝一日金榜提名报答母亲 高智生有一个叔叔较高发财 高发财家梁田百姆 牛马成群 是一个大财主 尽管他家生活富裕 吃喝不愁 但他的三个儿子都不争气 没有一个好好读书的 这让高发财很烦闷 他一边对儿子们说道 你们几个看看智生 家里那么穷 吃不饱穿不暖 还要读书 而你们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还不好好读书 几个没志气的东西 咋就不向人家智生学习呢 他大儿子说道 爹 智生就是因为太穷才读书 他想靠读书吃饱穿暖 而我们什么都不缺 读书还有什么用处 高发财听了儿子的话 气得拿起扫帚就打 另一边高发财 又对审视说道 嫂子 如今哥哥不在了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干嘛还让智生读书 让他到我家里帮工 每年挣的钱 够你娘俩吃喝了 还能有结余 到时候再娶个媳妇过日子 儿孙满堂多好呀 我哥哥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沈氏当然明白小叔子的心思 说道 没事的 我苦点累点没啥 他愿意读书就让他读 可有时候就是天不如人愿 尽管高智生很努力 可两次参加同事都没有考中 这让他很是苦恼 觉得对不住母亲 沈氏并没有责怪儿子 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 鞭策他 说只要努力 总有一天会金榜提名的 高发财的几个儿子 见高智生落榜就嘲笑他 说道 我看你就不是读书的料 天要读书 恐怕一辈子也是个穷书生罗 要想功成名就可没有那么容易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劝你早点回头试案吧 高智生 书呆子 都考试两次了 连个秀才都没考中 花钱读书还不如花钱娶个媳妇过日子呢 不过你家太穷 恐怕连媳妇也娶不到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来我家做工 至少可以让你吃饱穿暖 高智生面对堂哥堂弟们的嘲笑 表面上不以为然 心里却是波涛汹涌 久久无法平静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的路 难道读书这条路真的走错了吗 他真的不是读书的料吗 他三思之后对母亲说道 娘 我已经十八岁了 是个男子汉了 以后我要撑起这个家 挣钱养活娘 让娘享福 还没有等她说完 沈氏就打断了她的话 说道 你怎么挣钱 怎么让娘享福 要给人家做苦力吗 你那么辛苦地挣钱来养活娘 娘心里好受吗 哪里来的享福了 你要想让我享福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读书 等你功成名就 我就可以母平子贵 人前人后也能抬起头了 这才是享福 你不要多想 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只管好好读书 莫问前程 老天爷不会亏待勤奋的人 高智升眼圈发红 说道 可我不忍心 让娘为了我吃苦呀 沈氏说道 娘不苦 只要你好好读书 娘的心里比喝蜜还甜 若你不读书 即便喝蜜 也如同吃黄莲一样苦 我都参加两次考试了 都没有中 我 我太对不起娘了 高智升跪在沈氏 面前痛哭流涕 沈氏流着眼泪说道 孩子 你还小 两次没中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只要不放弃 坚持下去 就会得到回报的 娘相信你 高智升也到了试婚年纪 可因为家里太穷 没有娶亲 甚至看着别人家的儿子 都成亲生子了 他心中也很着急 但为了让儿子 读书 已经是家徒四壁 哪有钱娶媳妇呢 他只能把一切的美好 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他坚信 儿子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 沈大娘 亭长让你加智升去村头的打鼓场开会 咱们村的很多光棍都在那里呢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突然来到沈氏家说道 亭长让去开会 沈氏也没有多想 就让儿子去了 高智升来到村头的打鼓场上 就看见村里没娶老婆的成年男子都在 大家在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 高智升是一个读书人 与这些男子很少有接触 彼此之间也不是很熟悉 他也没有去问 就一个人站在人群后面 亭长扫视了一圈众人说道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 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 原来 亭长昨天去城里办事 路上遇到一个年轻女子 那女子 衣服破烂 满面灰尘 摇摇晃晃地赶路 他看见亭长的马车 过来就伸手拦车 说道 大叔 我走不动了 可以拉我一段路吗 亭长见他像是长途跋涉的样子 累得实在是不行了 就动了侧隐之心 停下马车 让女子上来了 亭长问道 姑娘要去哪里 女子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你 你不知道要去哪里 干嘛还要搭我的车 赶紧下去吧 亭长惊讶 又有些生气 女子一听赶紧恳求道 大伯 求您别让我下车 女子告诉亭长他叫李美英 一个月前 丈夫被拉去扶兵役 刚到战场就死了 家里的族人们听说之后 就把他家的房子和土地霸占了 把他赶了出来 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亭长听了很同情他 说道 既然这样 你就先跟我回去 然后再做打算 李美英一听赶紧跪下 感谢亭长 就坐着马车来到了亭长家里 亭长的妻子王氏 听了李美英的遭遇 也很可怜他 赶紧烧水让他洗了澡 又拿出女儿生前的衣服 给他换上 洗完澡换过衣服之后 李美英的真面目就显露了出来 他身材窈窍 面容娇好 是一个难得的美人 王氏看了也很喜欢 看着李美英 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忍不住伤心落泪 亭长夫妇 原本有一个独生女 名叫柳叶 生得唇红齿白 很是可爱 可在一年 前因病离世了 如果活着 如今也成亲生子了 李美英 见王氏伤心 就问起原因 王氏就说了 自己女儿的事情 李美英赶紧跪在 王氏面前叫道 娘 我愿做您的女儿 为您和爹养老送终 王氏被他这一举动惊住了 他缓过神来之后 赶紧扶起李美英说道 好闺女 娘有你这样的闺女 也是有福气了 就这样 李美英就任 亭长夫妇做了爹娘 当天夜里 李美英与王氏同床而眠 李美英告诉王氏 说自己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王氏一听大惊 说道 既然这样 就赶紧给孩子找个爹 要不孩子生下来会被人欺负的 母女二人商量到半夜 第二天 王氏就对庭长说给李美英 雾色一个人家 庭长说道 咱村里这么多光棍都没有媳妇 从这些人之中选个忠实可靠的就行 王氏说道 还是让美英自己选吧 他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 庭长一听就不同意 说道 自古以来只有男子选女子的 哪有女子选男子的 这绝对不行 女子选男子怎么了 小姐抛袖球 选婿不就是女子选男子吗 美英长得这么漂亮 就有资格选 把村里的光棍叫到打鼓场上 让美英坐在马车上一个个看 乡中那个就是那个 庭长听了妻子的话就改变了主意 同意让李美英自己选女婿 于是就把村里的光棍都召集到了这里 大家一开始还猜测着 不会有什么好事呢 听庭长一说就欢呼了起来 各个摩拳擦掌 整备迎战 有人说道 早知道是这样 我换件衣服再来了 庭长说道 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们 就是让你们以着以真实面目示人 不要弄虚作假 高智升是一个读书人 脸皮特别薄 一听说要女人来挑选 他们这些男人 就感觉不好意思 扭头就要走 却被一个看热闹的妇女拉住 低声说道 智升 你也不小了 该成个家了 有这样的好机会 可不能错过 你看看他们个个都是大老粗 就你是读书人 说不定人家姑娘就能看上你呢 妇人说着就使劲推了高智升一把 说道 站到前面去 要不姑娘看不见你 高智升被妇人冷不防这么一推 就一个猎切摔倒在地上 正好倒在马车前面 众人一看哄堂大笑 高智升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满脸通红地从地上爬起来 就要离开 却被马车里的王氏叫住了 高智升 你等一等 王氏和李美英从马车子里了走出来 王氏说道 智升 你厌福不浅啊 美英看上你了 高智升一听不知所措的搓着手 脸就更红了 李美英看着他害羞的样子 心中很喜欢 小脸也泛起了红韵 很快 在庭长的主持下 高智升就与李美英成亲了 这让村子里的其他光棍羡慕不已 高智升的堂哥高虎 看见高智升取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妻 也是得了红眼病 高智升家里太穷 婚礼一切从简 也没有待客 做了几个菜 俩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 也就算成亲了 沈氏觉得挺 对不住人家李美英的 说道 孩子 委屈你了 邓智升考取了功名 一定给你补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李美英说道 娘不要这样说 我一点都不委屈 吃过晚饭 沈氏就催着儿子赶紧入洞房 高智升还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他也很期待那美好的时刻 就红着脸去了房间 李美英见他紧张的样子觉得好笑 不过正是因为他害羞的样子他才看上他的 他想这样的男人最安全 要是嫁给那些厚脸皮的人 他就等于是摆在案板上的肉 是很危险的 高智升看着李美英说道 娘子 天 天不早了 咱们早点歇息吧 作为男人 他当然要主动一些 于是就走到了李美英身边 李美英突然指着一边的椅子说道 你坐在那里 我有话对你说 高智升就乖乖地坐在了椅子上 等着听他说话 李美英也不瞒他 就把丈夫战死 自己已经有一个月身孕的事对他说了 还说他觉得丈夫还活着 高智升一听 就如掉进了万丈深渊 他这时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样的好事会落到他头上呢 人家就是看他老实好欺负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只能认了 说道 你有什么条件就说吧 李美英说道 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我身怀有孕 咱俩不能同房 以后也不能住在一起 第二 孩子的事要瞒着你娘 第三 如果我丈夫没死 他要是来找我 咱俩就离 你看行不 高智升一听他这三个条件 很是过分 心里当然是不乐意的 自己为别人养孩子 还沾不到女人的边 他图什么呢 不过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想想李美英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就答应了 从此之后 高智升睡地上 李美英睡床上 二人就做起了有名无实的夫妻 村里的男子对高智升是羡慕极度恨 可他心中的苦楚又能像谁说 只能默默往肚子里咽 一日 李美英去地里摘菜 他刚走到地里 高虎就从旁边的玉米地里窜了出来 嬉皮笑脸地说道 你这个女子真是太傻了 怎么就看上了那个书呆子 他家穷得叮当响 你跟着他一辈子都要吃糠咽菜 还不如跟了我 我让你吃香得喝辣的 一辈子荣华富贵 说着就上去动手动脚 李美英赶紧就躲开了 何迟道 滚开 你要是再乱来 我就告诉亭长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高虎说道 好啊 亭长也要尽我三分呢 你想告就告 我等着 他一步步靠近李美英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高虎的腰 原来 沈氏见李美英迟迟没有回去 就很担心 让儿子出来寻找 高智生看到高虎要欺负李美英 他就跑上来抱住了高虎 高虎被人突然抱住 他恼羞成怒 二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高智生就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哪里是高虎的对手 很快就被高虎压制住 雨点式的拳头 就落在了高智生的脸上 李美英见高智生被打 举起手中的连把 就打在高虎的头上 高虎就应声倒下不动了 二人吓得不知所措 这一幕正好被村里的一个人看见 那人赶紧就跑到高发财家报了信 高发财一听 赶紧带着一群人来到地里 抓住了高智生和李美英 直接送到了县里的衙门 沈氏得知这个消息后 就晕厥了过去 亭长的妻子王氏赶紧给沈氏灌热水 掐人中 折腾了好一会才醒过来 沈氏醒来后 就要去县衙见儿子儿媳 王氏说道 咱们去了也帮不上忙 他爹已经去了县衙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是高虎有错在先 知县大人肯定会秉公办理的 高发财代人把高智生和李美英 送到县衙之后 就要求知县大人治二人的罪 知县大人就问了二人打高虎的原因 李美英就详细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知县一听 高虎才是罪魁祸首 正要宣判 旁边的文书就咳嗽了一声 知县心领神会 就退唐明日再审 第二天开唐审礼的时候 高虎也来到了唐上 一口咬定自己没错 说是他们二人嫉妒他家富裕才打他的 知县大人就采纳了高虎的说法 判处高智生和李美英去边江福三年劳役 二人大喊冤枉 可也无济于事 高智生想到李美英一个柔弱女子 如今又怀有身孕 怎么可以去服劳役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他跪在堂下恳求道 我妻子身怀有孕 我愿意替他受罚 请大人开恩 知县大人一听 李美英生怀有孕 就说道 好吧 既然你这么重情重义 那你妻子的三年就由你来代替 一共六年 高发财一家听到判决心中很是畅快 高智生一个书生 根本没下过例 别说是六年了 六天就会把命搭进去 这对高发财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他再也不用担心 侄子功成宁就压自己一头了 李美英一听 高智生要替自己服劳役 心中很是愧疚 高智生是一个好人 他答应了他的三个过分要求 如今又因为他去服劳役 而他什么都没有给他 这太不公平了 李美英跪地恳求道 请大人开恩 让我丈夫回家一趟 与老母亲告个别 明天一早就来县衙 一旁的亭长长子都毁清了 他捡回来个寡妇 好心办了坏事 使他害了高智生 赶紧也替他求情 说让他家再住一晚 因为家里还有个老母亲 支县心想 去边疆福劳役 也是有去无回 就同意让他回去一趟 一旁的文书 趴在支县耳朵上说了一通 支县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跑 他能跑到哪里去 厅长赶紧说道 小人拿人头担保 让他回去一晚 若他跑了 大人就把小人的头砍了 支县说道 明天武庚必须要来到县衙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退堂 高智生回到家里 他怕母亲担心 就说自己只是去城里修路 路修好就回来了 沈氏哭着说道 你从小就没有干过活 修路这么重的活 你怎么能受得了呢 高智生安慰母亲说自己长大了 感谢活锻炼锻炼也好 要母亲放心 母子二人一直说到半夜 沈氏说道 你这一去就苦了美英了 才刚成亲就要守寡 天不早了 赶紧回房休息吧 好好陪陪他 高智生来到房里 李美英居然还没有睡 高智生看到自己的被褥 放到了床上 有些吃惊 李美英说道 你和大娘都是好人 供我白吃白住 还要因为我去扶劳役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太自私了 若你不嫌弃 今夜我要把自己给你 这样我的心里 也会好受一些 他说着就走到高智生跟前 要为他宽衣解带 高智生后退一步说道 美英姑娘 你不要这样 我不希望 你做出违背心意的事情 我既然答应了你的条件 就会坚持到底的 李美英 看着面前这个善良的男人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说道 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 高智生把他扶起来说道 这辈子能遇见 也算是有缘分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也不要说了 他把自己的被褥扑在地上 就躺下睡了 二人一夜未眠 高智生不想让母亲 经历分别时的痛苦 此日 武庚就悄悄地去了县衙 高智生走了之后 就剩下沈氏和李美英 相依为命了 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高虎还是常来家里骚扰 幸亏有亭长夫妇帮助 要不然 婆媳二人这就没有了活路 再说 高智生被送到边疆修建城墙 他一个文弱书生 才两天就累得站不起来了 那监工就拿着鞭子使劲抽打他 打得他伤痕累累 掩掩一息 这时 走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看着掩掩一息的高智生问道 怎么回事 拿鞭子的监工赶紧报告 老大 这人是安徽华山县人士 因打架斗殴 被送来扶劳役的 这才两天就要死要活的 也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打架的 老大 你看他都这样了 打也打不起来 是不是把他处置了 男子皱起眉头说道 把他扶到我的营房里 我有话要问他 高智生就被人扶到了一个营房里 扔在地上 那个年轻人叫手下给他的伤口上抹药 又给他喝了水 高智生才微微睁开眼睛 看到自己在一个营房里躺着 挣扎着就要离开 男子说道 不要动在这里好好休息 高智生能看得出来 这个男子的官职肯定在监工之上 他不知道这男子为啥要把他弄到这里来 男子说道 听说你是安徽华山县人 我家在华山县乡邻安康县 说来咱们也算是老乡了 我叫刘庞 请问你叫什么 高智生听说他也是安徽人 瞬间就感觉到很亲切 说道 我叫高智生 刘庞叫下人弄来韭菜 他要与高智生开怀畅饮 高智生赶紧跪下说道 我是一个犯人 怎敢与大人一起喝酒 刘庞扶起他说 我的营房里没有犯人 现在你我是老乡 是亲人 快请坐 在这千里之外 到能遇到老乡 真的是很难得 高智生受宠若惊 只能战战兢兢地坐下 二人边吃边聊 刘庞就问高智生犯了什么事 高智生就一五一时地说了 刘庞一听拳头 就砸在桌子上 说道 简直是没有枉法了 恶人逍遥法外 好人却要受惩罚 明天我就给你发放释放通牒 让你回家去 刘庞辉笔写下一封信 说道 只求你帮我一个忙 这封信上有地址 你按照这个地址 把信送给一个叫李美娘的女子 高智生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这是遇到大恩人了 赶紧跪下道谢 说道 恩人放心 我一定把信送到 此日刘庞给了高智生释放通牒 又给他一些银子 亲自把他送上了回家的轮船 经过多日的跋山涉水 高智生终于回到了安徽境内 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安康县 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去了 村里人告诉他 说李美娘在几个月前就失踪不见了 高智生就在安康县里打听李美娘的下落 可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 信没有送出去 他觉得很对不住刘庞 他知道老娘肯定很担心他 他也挂念老娘 就想着想回家看望老娘 然后再继续寻找李美娘 高智生回到家里 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高发财听说高智生回来了 觉得不可思议 赶紧去县衙告状 说高智生根本没有去服劳役 居然回来了 支县一听也很恼火 立刻派人捉拿高智生 高智生就把刘庞给他的释放通牒拿了出来 支县一看就放了人 气得高发财拆一点吐血 他想不明白 上面为啥要放他回来 他就说那通牒肯定是假的 支县一气之下 把高发财打了二十大板 高发财心中窝火 想着以后要好好教训高智生 高智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李美英是又惊又喜 说道 你是好人有好报 好人到哪里都能遇见好人 高智生却沮丧地说道 刘兄让我送一封信 我却没有送到 我心中有惭愧啊 李美英就问他什么信 高智生就把信拿出来说道 刘兄让我去安康县 把信送给一个叫李美娘的姑娘 可我到地方一问 村里人说 李美娘在几个月前就失踪了 赶紧把信给我看看 李美英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高智生就把信递给了他 李美英借过信 看到上面的字迹居然失声痛哭起来 高智生一看吓坏了 问他是怎么回事 李美英说道 我就是李美娘 原来 李美英的真名叫李美娘 她并不是一个寡妇 只是有一个相好的 她的相好就是刘庞 刘庞是一个地痞流氓 不爱干活 但对李美娘特别好 二人私定终身就诛胎暗结了 就在半年前 刘庞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本来李家人就不想让李美娘与刘庞交往 但又害怕她报复 所以对二人的关系也不敢过多干涉 刘庞失踪之后 李家人就放开了胆子 他们要把李美娘嫁给一个富商做小 李美娘坚信刘庞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就不愿意嫁给他人 于是就逃了出来 他怕被家人找到 就说自己叫李美英 是一个寡妇 高志生听了李美娘的诉说 感觉不可思议 世上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 李美娘从信中得知 刘庞暂时还不能回来 他要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他心中又喜又担心 高志生知道了李美娘的底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还以夫妻相称 白天是一对恩爱夫妻 晚上以兄妹相称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一天夜里 李美娘顺利生下一个男婴 沈氏抱住孩子喜欢的不得了 说道 我可是有孙子了 高志生和李美娘见沈氏高兴的样子 心中却很不适滋味 他们担心老人知道真相后受不了打击 有了孩子之后 为了养家 高志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他决定不再读书 他要撑起这个家 沈氏有了孙子 就把希望全部放到了孙子身上 孩子三岁时就送到了学堂读书 沈氏对孩子说道 你爹这辈子没有考取功名 你一定要考上 为你爹把面子挣回来 孩子说道 奶奶放心吧 我会好好读书的 为奶奶争光 为爹娘争光 眨眼又是五年过去了 孩子已经八岁了 天下也改朝换代了 突然有一天 朝廷派人来到高志生家里宣读圣旨 封李美娘为皇后 大家这才知道 李美英的真名叫李美娘 新上任的皇帝就是李美娘当年的相好 孩子就是当今皇帝的孩子 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沸腾了 皇帝讲乏分明 为了感谢村民们收留李美娘 免去十年的科捐杂税 而把高发财一家抓到了县衙审问 高发财就把自己做的坏事全部交代了 原来高志生两次没有考中秀才都是他被厚倒的鬼 把高志生送到边疆福牢 也是他给支县使了银子 高发财父子四人 支县 还有在同事坐手脚的相关都被打入了大牢 庭长夫妇和高志生母子把李美娘母子当亲人一样 照顾 高志生为了他们不但放弃了读书 还耽误了青春 三十岁了还没有成亲 皇帝很是感动 把他们四人也接去了京城生活 并给高志生封了官 还把自己的包妹许佩计了他 多年之后 高志生官生一品 而孙满堂 一辈子荣华富贵 话说唐朝开元年间 洛阳府洛宁县有一个女子 名叫秀娘 这秀娘十年一十六岁 长得虽然不算漂亮 但也朴实大方 秀娘是一个苦命女子 三岁丧父 六岁丧母 家中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王氏 平时王氏就带着孙女上山采些草药卖钱 艰难度日 幸亏周围邻居都好心 时常接济这奶孙俩 转眼十年过去了 这王氏已经七十多岁了 直到自己不能陪伴孙女太久了 看着秀娘已经到了成婚年纪 就想着给她找个婆嫁嫁了 自己也就放心了 到了那边也好给自己的儿子媳妇有个交代 要说这秀娘到了试婚年纪 却没有人来提亲 这让王氏很是心骄 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秀娘从小失去父母 大家都说是她命应 把父母给克死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冒着生命危险 娶她为妻 于是王氏就去找村子里的留媒婆 让她给物色一个愿意娶秀娘的男子 哪怕是坐小 坐田房都可以 丑点 年纪大点也没关系 只要能真心对秀娘好就行 这留媒婆也知道 秀娘这亲事不好成 就说她操着心 王氏谢过留媒婆就回家去了 之后就天天盼望着留媒婆上门 大概过来六七日 留媒婆突然就来到了王氏家里 兴奋说道 真是姻缘由天定啊 我给秀娘物色了一个好夫君 王氏一听大喜 问道 留婆婆快说说 是哪里人事 留媒婆就说道 就是县城大名鼎鼎的吴元外家 吴元外的儿子至今没有娶妻 年纪比秀娘大两岁 人长得使英俊潇洒 风流倜傍 有很多女子都想嫁给她 可人家不喜欢哪些华而不识的 就想找个农村姑娘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这一想 秀娘不就合适吗 王氏听着脸上的笑容 渐渐消失了 那吴元外 可是骆宁县首屈一指的大财主 他家儿子娶妻 必定会选个门当户对的 怎么能看上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呢 再说了 外面都传说秀娘命应 难道那吴家都不在乎 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是出反常必有妖 王氏毕竟是快入土的人了 也是见过世面的 他想 莫非是这吴元外的儿子 有什么毛病 如果让秀娘嫁过去 不是害了他吗 就说道 刘婆婆 那吴元外家才万贯 什么样的儿媳妇找不到 再说了 秀娘还有命应的名声 吴家就不在乎这个吗 刘媒婆一听 就知道 王氏是有了顾虑 便说道 这些我都与他说了 人家说不怕 那吴家有钱 根本不用再去结交有钱人家 人家只要求女子他是 善良就行 这秀娘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王婆婆听了刘媒婆的话 还是不放心 说道 秀娘毕竟没有了父母 从小可怜 这件事我与他商量一下 就给你回信 刘媒婆知道 王氏考虑得多 怕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让孙女受委屈 也就很理解 说道 好吧 你乃孙商量商量 不过要尽快 怕吴家等不急 秀娘错过了这好姻缘 送走刘媒婆 王氏就背着一捆草药去了县里 在县里卖草药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打听了 一下这吴元外家的少爷 听到的都是赞美之声 说这吴少爷 长得英俊潇洒 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 很多姑娘都想嫁给他为妻 王氏打听到这吴家少爷并没有毛病 他也就放心了 可是他心中的疑虑还是没有解开 总感觉不对 要说秀娘相貌普通 那吴家少爷怎么能看上呢 正在王氏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那刘媒婆就带着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家中 那年轻人长得是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 让人一看就心生喜欢 原来这个年轻人就是吴家少爷 名字叫吴子良 听刘媒婆说了秀娘的情况后 就决定娶秀娘为妻 可等了几日不见刘媒婆回信 就带上礼品来找刘媒婆 刘媒婆就把她带到了王氏家里 秀娘在房门口 看到吴子良如此俊美 心中的小鹿乱撞 就赶紧躲进了房里不出来 刘媒婆说道 秀娘 吴家少爷来了 你也出来见一面 秀娘听到刘媒婆这样说 就羞羞答答地走出房间 不敢正眼看吴子良 而那吴子良看见秀娘 眼中蹦出火花 王氏见那吴子良火热的目光 心想这吴家少爷如此英俊 怎么就能看上相貌普通的秀娘 心中还是不踏实 就把秀娘拉到一边 说道 孩子 咱家和这吴家是天壤之别 你感觉这门亲是怎么样 秀娘羞涩地说道 全凭奶奶做主吧 王氏一听也就明白了秀娘的意思 他想 如果自己反对 又怕孙女错过了好姻缘 就点头同意了 于是 这门亲事就定下了 很快 吴家就选定了良辰吉日 抬着大红花轿 把秀娘娶回了家中 十里八乡的姑娘们 对秀娘都是羡慕极度恨 他们想不明白 秀娘是一个命硬的女子 长相又很普通 为何那吴家少爷会娶她 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 成婚当日 吴家上下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宾棚棚满座 恭贺声不绝于耳 一对新人拜堂后 就被送入洞房 吴子良又出去给客人敬酒 秀娘就一人坐在新房里 秀娘想到自己 嫁给一个如此英俊的郎君 今晚就要与君共度良辰美消 心中不免激动万分 小脸儿羞得通红 幸好盖着红盖头 要不被人看见该有多尴尬呀 终于盼到了晚上 秀娘想着吴子良就要来和她喝交杯酒 然后夫妻恩爱 可左等右等却不见吴子良的身影 直到半夜时分 她才被两个丫头扶进了房中 丫头说道 少爷今天喝多了 少夫人见谅 丫头把吴子良扶到床上就出去了 秀娘就自己掀开了盖头 看到躺在床上的吴子良 此时她已经睡着了 秀娘想到新婚之夜 就要独守空房 不免悲从中来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不过再想想来日方长 心中就好受多了 她就合一躺在了床边 第二天一大早 吴子良醒来 见到自己和妻子都是合一而睡 直到昨晚根本没有圆房 赶紧给秀娘道歉 说自己喝多了 秀娘见丈夫与自己道歉 心中的怨气就一下子没有了 说道 官人不要自责 你昨天也是待客太累了 为妻心疼 你还来不及 怎能怪罪呢 二人起床梳洗之后 就一起到前厅 与吴园外夫妇敬茶 其实吴园外 也想让儿子 娶个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 也给她物色了 很多大家闺秀 可儿子都没有看上 却要娶一个乡下的姑女为妻 这让她很是纳闷 但经不住妻子画室的相劝和儿子的坚持 只得同意吴子良娶一个贫苦人家的姑娘 原来吴园外的夫人在两年前去世 去世之后 她又娶了个田房 就是现在的妻子画室 画室二十岁左右 长得十分妖娆 这画室本是一个风尘女子 吴园外贪恋她的年轻美貌 就出重金为她赎身 娶她做了田房 画室虽然年轻 但也是继母的身份 吴子良夫妇就恭恭敬敬地 给吴园外和画室敬了茶 画室看到秀娘说道 你做了吴家的儿媳 就要好好帮助子良操持这个家 秀娘赶紧点头 新婚之夜没有圆房 秀娘就想着第二天晚上 好好补回来 可吴子良回到房中 看起来很是疲惫 秀娘赶紧给她端茶倒水 吴子良说道 店里的事情太多了 一天到晚都不能闲着 真是太累人了 秀娘心疼地说道 官人躺着 我给你端热水来泡泡脚 结结乏 这石丫环秋月就端来一盆子热水 秀娘就接过来 亲自给丈夫洗脚 洗完脚之后 吴子良说道 太累了 早点休息吧 秀娘想着 今天晚上 一定要好好地和丈夫共度凉宵 没想到 吴子良躺在床上 就睡着了 这让秀娘哭笑不得 以为自己的丈夫是太累了 也就没有多想 次日醒来 吴子良赶紧给秀娘道歉 说自己太累 对不起妻子 秀娘想着自己的丈夫 为了家里的生意累成这样 就只剩下心疼了 一连十来天 吴子良都借口说很累 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次日醒来 吴子良总是虔诚地给秀娘道歉 秀娘心中的怨气也一次次烟消云散 又过了几日 无缘外去了千里之外的苏州做客 吴子良就开始彻夜不归 秀娘很是纳闷 白天见到她时就要问她原因 可还没等她问 吴子良就说道 如今父亲出外做客 店铺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要一一过问 生怕有个闪失 所以我可能要经常住在店里 还望娘子谅解 秀娘听丈夫这么说 心中虽然不悦 但嘴上也不能说什么 而是说道官人辛苦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话是听说吴子良天天睡在店里 就说道男儿就要有大志向 不要沉浸于儿女私情 秀娘和吴子良已经成婚一个月了 可她如今还是处女之身 心中就十分委屈 可也不能表现在脸上 只有到了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落泪 她想不明白 丈夫对自己也不错 为啥就是不和她圆房呢 成亲以来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奶奶了 于是就想回去看看 没想到画室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 她给秀娘说道 你奶奶年纪大了 你回去看看她吧 吴子良听说 妻子要回去看望奶奶 就说道 爹爹不在家的时候 我太忙了 没有时间陪你 你一个人寂寞 回家和奶奶说 说话也好 她就让教夫把秀娘送回去 并准备了很多礼品 让下人一起给秀娘送到家里 王氏一看自己的孙女坐着轿子回来 又带来那么多的礼品 就想着是自己多虑了 孙女并没有被吴家人看不起 她也就放心了 高兴得何不拢嘴 周围的邻居见秀娘回来 也过来看 大家都夸她有福气 嫁个好郎君 秀娘给邻居们发点心 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可她的心却在滴血 自己守寡的日子 只有自己知道 那种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晚上 秀娘和奶奶同床而眠 奶奶就和她说了一些闺中密话 问她官人对她好不好 秀娘怕奶奶担心 一开始就说好 最后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王氏毕竟是过来人 在她的再三追问之下 秀娘才向她说出了实情 王氏得知自己的孙女如今还是处女之身 心中就不是滋味 就教了孙女一些为人妇的秘诀 秀娘就记在了心里 秀娘陪奶奶住了几日 王氏想 孙女至今没有圆房 夫妻之间的感情就不牢固 如果长久分离 怕生出事端 于是就催促她赶紧回去 临走的时候 再三叮嘱 叫孙女一定要以柔克刚 好好伺候她丈夫 孙女点头答应 只有她自己知道 根本不是因为自己不够温柔 而是吴子梁好像对她的身体不感兴趣 即使睡在一张床上也是无动于衷 到头就睡 回到吴家之后 秀娘就按照奶奶教的 每天去店里看望丈夫 并亲手给她包各种补汤送过去 吴子梁见到她如此黏着自己 并没有如秀娘想象的那样感动 而是有些不耐烦 说道 我这么忙 你以后就不要来送这些东西了 让伙计们看见不好 秀娘用心地去讨好她 而她不但不感动 还这样说 就特别委屈 点点头就离开铺子走了 那吴子梁见她好像是生气了 就追上来说了几句好听话 秀娘就提着饭盒子 失魂落魄地回家去了 无缘外做客要大半年才能回转 吴子梁就一直住在店铺里 秀娘每夜都是独守空房 日子就如白开水一样 没滋没味 心中很是烦闷 秀娘嫁给了吴子梁 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这是很多女人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可对于秀娘来说 就如炼狱一般 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即使是夜夜守寡 她也只能认了 别无她法 一日 秀娘就去庙里抽签 想问问她和丈夫的感情 结果抽得了下下签 秀娘就很郁闷 那风水先生却说 小心你婆母 秀娘听了风水先生的话 就想问她更详细一些 没想到风水先生却说 点到为止 你自己悟吧 秀娘回到家里 一直想着那风水先生的话 难道丈夫不愿意和自己圆房 是因为画室的关系 可她又觉得没有道理 那画室虽然是无缘外的填房 人也年轻 可她也很善良啊 平时对自己也是嘘寒问暖的 听吴子良说 他俩的婚事 画室也没少在无缘外身边美颜 一日晚上秀娘闹肚子 刚躺下就起床上厕所 当她从厕所回来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男子的身影在前面走 她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她的丈夫吴子良 她想吴子良天天在店铺里睡觉 今天怎么回来了 就很是欢喜 于是就加快了步子 准备追上去 可那吴子良走得更快 好像怕被人看见似的 秀娘感到难闷 也加快了步子 只见吴子良走到前面 突然就拐进了一个屏风后面 屏风后面是无缘外夫妇的卧房 如今无缘外不在家 房里只有画室一人 吴子良去那里做什么 秀娘突然想到那个风水先生的话 就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此时已经不见 吴子良的身影 画室的房里也是黑乎乎的一片 他很好奇 就走到窗前厅里面的动静 这一听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只听那华氏说道 你每天都来我的房里 不要被人发现了 咱们的计划马上就要成了 可不能因小失大呀 吴子良道 怕什么 老头子不在 现在就是咱俩的天下 画室说道 你至今不与那秀娘圆房 但也要关心一下她 别让她起了疑心 吴子良说道 我已经买好了杀手 老头子做客回来的路上 就把她宰了 取那秀娘 本来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老头子死了 她也就没有用了 怕她做什么 画室说道 画虽这样说 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为妙 二人的话 秀娘听得很清楚 自己的丈夫吴子良 居然勾搭继母 要害死自己的父亲 而她却是吴子良的挡箭牌 她心中又惊又怕 屋里的二人说了一会话 就开始调情 然后就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秀娘又羞又恼 再也听不进去 就顺着墙根悄悄离开 慌张之中 就绊倒了墙边的一个瓷瓶 只听见光当一声脆响 把她吓了一跳 屋里正在偷欢的二人 听到响声 赶紧停止了动作 而秀娘吓得是魂不守舍 如果他们发现她偷听 肯定不会放过她 她集中生智 突然学起了猫叫 吴子良本来想出来查看 一听是猫叫 就放心了 说道 原来是一只野猫在叫春 秀娘慌慌张张地来到卧室 心中极悲伤又害怕 一夜都没有睡着 她想 这二人要害吴源外 她该怎么办呢 如今吴源外在千里之外 她没法把这件事告诉她 即使告诉了她 她也未必相信 毕竟那二人都是她的至亲 秀娘听说 新上任的县令 为官清明 她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县衙报官 让池县大人来到吴家桌间 于是第二天 她就悄悄去了县衙 县令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她听了秀娘的诉说 感觉不可思议 人命关天 她也不敢怠慢 就说道 你先回去 我自有安排 到了晚上 秀娘合一躺在床上 支起耳朵 听着外面的动静 天一黑 吴子梁就悄悄地来到了画室的房里 二人说了一会话 就宽衣解带 钻进了被窝 正在这时 房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县衙的铺头带着几个衙役闯进了屋子 画室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惊叫连连 裹住被子直筛糠 二人很快就被衙役抓住 带到了县衙 支县连夜审讯二人 把秀娘也带到了大堂之上 秀娘把昨天晚上听到的二人对话 又给支县大人陈述了一遍 支县大人问二人为何要预谋杀害吴元外 画室和吴子梁却死不承认 说他们只是通奸 并没有要害死吴元外 这是秀娘为了报复他们编出来的下话 支县大人见他二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就命人大行伺候 那画室一听要用刑 吓得全都招了 就在两年前 吴元外的妻子离世 吴元外就去花柳巷寻求慰藉 结识了年轻漂亮的画室 就想着要和画室做长久夫妻 于是就替他赎身做了填房 画室本是风尘女子 哪里会安分守己地与年过半百的吴元外过日子 来到吴家之后 他就看上了吴元外的儿子吴子良 吴子良也爱慕画室的美貌 于是二人就勾搭成奸了 由于二人交往过密 吴元外就有了怀疑 为了打消吴元外的怀疑 吴子良就要找一个女子成亲 但画室又不想让别的女子占有吴子良 于是二人就商量找一个各方面条件不好的女子 就算吴子良不与他同房 他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于是就选中了命印 相貌普通的秀娘 吴子良和画室苟且时间久了 就不想再偷偷摸摸 想着要做长久夫妻 于是就商量着把吴元外害死 为了使他们不被怀疑 就准备在吴元外做客回来的路上动手 制造出吴元外被人抢劫而杀害的假象 没想到眼看计划就要成了 却被秀娘发现 吴子良见画室招了 就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他头上 说这一切都是画室窜多的 他怎么可能害自己的亲爹 画室听他这么说就不干了 二人在堂上对撕起来 画室对支县说道 吴子良说过 他是被收养的 吴元外就根本不是他的亲爹 支县大人知道吴子良在狡辩 就命人把他拉出去打五十大板 吴子良哪里受得了 就吓得屁滚尿流 赶紧招了 原来吴子良是一个流浪乞讨人员 十岁时被吴元外夫妇收养 吴元外对他也是百般疼爱 但他一直在寻找当年丢失的儿子 吴子良怕他找到亲生儿子 自己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如今又和画室通奸 想做长久夫妻 于是就想着把吴元外除掉 一边的秀娘听了二人的话是不寒而栗 世上居然有如此心狠手辣 望恩负义之人 支县听了吴子良的话也是若有所思 然后就把二人押入了死牢 支县大人派手下快马加鞭 去苏州找到吴元外 说明情况 把他带了回来 吴元外听到自己的妻子和养子居然要害自己 他简直不敢相信 于是就来到大牢之前质问二人 二人见吴元外到来就跪下忏悔 求他原谅 可为时已晚 其实二人的奸情 他早已经发现 只是想着他们都是自己的至亲 就没有说明 他想 吴子良也是一时糊涂 娶了妻子之后就会好了 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断了奸情 而且还要害他 他的心已经被伤透了 只限大人把吴元外和秀娘带到礼屋 他告诉吴元外 是秀娘救了他 要不是秀娘 发现二人的阴谋 又来县衙告状 他也许真的要被这对奸夫淫妇害死 吴元外听了支线的话 感激地看着秀娘 心中是五味杂陈 没想到他嫌弃的秀娘 居然救了他 他流泪说道 秀娘 那个畜生死有余辜 你做不成我的儿媳妇 就做我的女儿吧 要不然我一个孤老头子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秀娘见他情真意切 就含泪点头 只限大人听吴子梁说 吴元外一直在找自己 失散多年的儿子 就问起他缘由 吴元外就把儿子五岁时走失的事情 给他说了个详细 还说自己儿子脖子后面 有一块红枝 只限大人一听 就跪在地上喊父亲大人 吴元外和秀娘都被惊呆了 知县大人说自己后脖梗 就有一块红枝 他也是在五岁左右时 从家里走丢的 原来这个知县大人名叫柳青 他母亲临死时告诉他 他捡他的时候就是在洛宁县城 那时候看起来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 说他死后让他去洛宁县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柳青怀着悲痛的心情安葬了养母后 并没有回洛宁县找亲生父母 而是考取功名之后 他放弃在京城的高官后路 来到这里做了支县 就是为了寻找亲生父母 当他听到吴子良说吴元外一直寻找自己的儿子时 他就有了怀疑 今天听吴元外这么说 他就认定自己就是吴元外的亲生父亲 吴元外听了柳青的诉说 赶紧去看他的后脖稿 果真有一块红枝 形状大小和自己儿子的一模一样 再看看这柳青 和自己年轻时还真有很多相似之处 父子二人抱头痛哭 吴元外和柳青相认之后 就把他接回到家中居住 得知他还没有婚配 就想着把秀娘嫁给他 其实柳青也爱慕秀娘的温柔善良 就同意了 二人成婚之后如交四期 恩爱有家 柳青和秀娘 把王室也接到了家中 他们对吴元外和王室都非常的孝顺 一年之后 秀娘生下一个男孩 又过了两年 柳青被调到京城任职 吴元外就变卖家产 带着万贯家财去京城安家 后来柳青官生二品 夫妻一生孕育五男二女 儿子有做官的 也有经商的 两个女儿一个贵为娘娘 一个贵为王妃 日子过得都顺心如意